本节目由观众老爷的点赞 收藏 转发 赞助 播出 话陀出品 避暑精品 点赞加关注 上车不迷路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空间 我是你们的游戏资讯情报员 楚天话陀 迷雾地牢 玩家需要在限定时间内激活远古符文来获得前往最终试炼的机会 上读中红色圆圈的图案就是远古符文 看上去这应该是一种新副本 面积还很大 玩家需要接触这些符文并完成相应的挑战 完成挑战后就可以获取这些远古符文的buff 这些buff将会在最终试炼中帮助到玩家 一旦控制矩阵通过远古符文完成了冲脑 就可以开启最终试炼了 符文挑战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和机制 完成不同的挑战也可以获取不同的buff 完成复苏挑战可以复活队伍中阵亡的角色 并且恢复生命完成掠夺挑战可以获取攻击力加成 完成神速挑战可以获得移速加成 完成永恒挑战可以获取额外的剩余时间 迷雾地牢中存在自动攻击武器系统 将会检测并攻击任何闯入者 玩家可以通过适当的反应来暂时无效化这些设备 另外无相之兵也要在1.5版本和大家见面了 他的地点是在龙脊雪山中 最后给大家带来1.5版本 安博的最新待机五步动作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一键速至三连支持下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